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战巴基近日披露 反贪会正针对一名现任部长进行调查 但由于证据不足 无法进行提控 阿战巴基在接受新海峡时报谈话节目的访问时 回应了关于反贪会被指沦为政府 打压敌对政党的工具的质疑 他表示 在现任首相安华的领导下 反贪会确实对一名部长展开了调查 但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进行提控 他坦言 尽管我国政权经历多次更迭 改变公众对反贪会的长期印象仍然非常困难 他强调 反贪会在进行调查时 必须遵循法律程序和证据标准 不能因外界压力而妥协 我能做些什么 你要我对所有部长进行指控和调查吗 我不能被公众或任何政客的压力所动摇 国盟正式开除六名表态支持首相安华的土团党国会议员后 前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阿兹哈表示 根据现行反跳槽法令 一旦政党开除其国会议员 议长必须在21天内宣布议席悬空 且无权质疑相关决定 阿兹哈在周日参加土团党旺塞夫主持的播客节目时强调 议长无权质疑政党的行动 他解释说 一旦议长收到关于任何国会议员被开除党籍的通知时 21天的期限就开始计算 这意味着 这六名被开除的土团党议员 将在21天内失去国会议员资格 此前 下议院议长佐哈里表示 他尚未接获任何有关议席悬空的正式通知 因此在做出任何决定前 需要时间谨慎研究所有事项 对此 阿兹哈强调 议长必须依据法律形式 不应质疑政党的决定 这不是他的议长权力范围来质疑这个问题 而且这也符合社团法令的规定 政党最高理事会对其党章条款有最终的决定权 即使是法庭也无法质疑 因此 议长也应遵循相同的原则 宣布国会议员资格取消 阿兹哈进一步建议佐哈里履行职责 遵循联邦宪法49A条文 以确保仅出现临时空缺 议长佐哈里 恕我直言 我的建议是 他确实不能质疑政党的解释和行动 而需要做的是遵循法律规定 当被问及此事 是否适用于州议会时 阿兹哈表示 从技术上而言是可行的 并强调如果不可行 那将会很难堪 尽管房地部 在上周成立200人的线上大使举措 遭到马华和民政党的抨击 但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强调 此举是在帮助该部向民众传达正确信息 并认为只有十股不化的人才会提出反对 尼可敏在今日的文告中表示 所谓红豆兵转正成为政党工具 揭示小人治君子之父的莫须有罪名 实在是一笑大方 他指出 该部于本月13日宣布成立线上大使团队 旨在提高该部向民众宣传的形象与水平 其作用包括传达正确信息 协助公众申请援助 并防止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假新闻误导公众 尼可敏进一步解释说 当今世界网络力量无孔不入 身为公务员也必须与时俱进 否则是将被淘汰 并沦为假新闻的受害者 他强调 部门成立线上大使团队 包括透过工作方加强官员在社交媒体 核心媒体技术方面的能力 这不仅包括基本的操作技能 还涵盖了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平台 进行信息传播和与公众互动 充分体现房政部与时并进的思维 因此只有十股不化的人会反对 尼可敏指出 通过内部培训的房地部意见领袖KOL 不涉及额外费用 并致力培养该部官员 具备与外部网红同等的宣传能力 他说 该计划还旨在向公众传达部门的 立民政策和提供部门知识 如月租不超过300令吉的 Mikiosk 2.0摊位倡议 可负担房屋申请 非伊斯兰宗教场所 修缠资金申请 用来检查发展商背景的 住房银行数据系统 TEDU系统 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和如何申请清善房屋 RMR等科普内容 线上大使团队不仅负责宣传 还将积极回应公众的疑问和反馈 从而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信任 实属有百利而无一害 民政党属理主席胡洞强 严厉批评团结政府在上台前 极力反对政治委任 但执政后却不断进行政治委任 言行不一 胡洞强在文告中举例 不少国会议员被委任为政联机构的董事 甚至有国会议员受委为政治秘书 最新例子就是行动党黄书奇 被委任为人力资源部旗下单位 大马人才机构Talent Corp主席 他指出 有趣的是 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前首相纳吉所创立的 胡洞强说 行动党领袖与议员 包括其党主席林冠英 曾极力反对政治委任 并主张所有政府机构应委任相关领域的人才担任要职 而不是为了政治利益 将职位酬拥自己人 他质问道 但现在行动党和整个西盟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积极地进行以前他们所反对的事情 胡洞强呼吁团结政府停止不专业的政治委任行为 将权力还给民众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来服务相关机构 首相安华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理念和他的昌明概念可以很好的结合 他同时透露 大马将很快启动加入金砖国家的正式程序 安华近日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发表上述言论 在回答有关昌明大马执政理念的提问时 安华解释道 关于马托尼 当你谈论复兴 谈论经济成就 谈论文化和文明时 马托尼实际上是这个问题的延伸 当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我就被他吸引了 因为习近平是为数不多谈论文明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独一无二的 习近平的理念和我们的马托尼概念可以很好的结合 针对大国间要选边站的问题 安华否认了这种说法 他指出 现在世界不同了 以前我们有点害怕 因为压力非常大 你必须站在西方一边 否则你会受到惩罚 但现在 我们与双方都有交往 我们与双方都有好 安华还透露 我已正式呼吁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一个完全不属于两国贸易体系 且在本国经济活动方面无关紧要的货币 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纯粹因为他被用作国际货币 在回应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问题时 安华表示 当然 中国在经济上确实更强大了 但是五六百年前 那时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 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前所未闻的强大舰队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当时的中国舰队 是用来横行霸道吗 不是 所以 我只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我只是带过封在我的策略地 只存在在た半年 在击 discomfort